謝謝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員,大家早 主席,我想請我們夜市,好不好 夜市長大全 蔡委員好 次長好 交通部所屬機構轉投資事業只有這幾家嗎 所屬機構就是 就是說今天事實上,我的了解是 今天是部的投資以及所屬機構 包括譬如說像陽明海運 他有多少家的子公司應該一起來 中華電信有幾家的子公司應該一起來 結果我看只有這幾家,而且沒有全部通通列進來 其實陽明海運不應該算是交通部所屬機構 因為事實上交通部譬如說陽明海運、中華電信 他是所屬機構轉投資 他是轉投資嘛 就是說陽明海運或是中華電信 因為我覺得數量差太多了 交通部投資的 差太多了 你有部,前面是交通部 第二個是所屬機構 轉投資的事業 譬如說台鐵局,就算是我們交通部的所屬機構 所以他有轉投資了 那是亞太電信 對啊,但是前面你還有三個字啊 交通部啊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來的這個量齁 實在是太少了 主席啊 我想這個齁 我們這個交通部啊 這個打馬虎 我們下一次再另外再排齁 乾脆一家一家來檢討好了 好不好 我們一次幾家幾家來檢討了 第二個齁,今天部長怎麼沒來 部長今天另外有事情請假 有事情請假 我們部長不是常來齁 好像常常這樣 那個部長花非常多的時間 常常委員要到地方去巡查的時候呢 那去,就是說有一些時間是花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有的時候像這樣的會呢 他基於分工的效率的一件 他覺得由我來呢 別再說了,你再說下去齁 都聽不下去 安排部長來就要來啊 你看我們周圍都在笑了 他都不敢講話咧 他都不敢講話咧 那個市長 那個陽明海運啊 去年我們都知道全世界是金融海嘯 那但是咧,人家長榮貨運啊 長榮海運啊 這個合併營收啊 一千零幾億啊 還是有獲利的 應該沒有吧 我說合併營收嘛 我又沒講海運 我是講合併營收全部嘛 是 但是還是賺錢的齁 但是咧 像陽明 這個績效啊 虧損一百多億啊 你以為如何 報告這個委員齁 當然這個看起來數字是非常難看的齁 也的確讓人家覺得 我們覺得蠻震驚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想要跟委員報告呢 世界最大的這個貨櫃公司 我剛剛聽過了 你都講了幾次齁 貴了兩百億美金啊 人家歸損不是在海運的這個運量上的啦 就像你剛剛講的長榮 也不是只有 它是合併營收 不是全部嘛 你老是 老是都把話扯到別的地方 所以 我坦白講齁 像這種公司 我們可以做比較的 因為台灣有其他的海運 對 這個是屬於政府可以管控的一個 海運公司齁 那麼這種績效 我覺得 包括 他現在呢 這個 呃 整個績效 是不及長榮的二分之一 這你承認吧 中華信用平等 還 還富相 對吧 這個部分 能不能請我們那個何總經理 楊明海運何總經理來說明 就是他跟那個長榮 比較是怎麼樣的情況 來 這個何總來 簡單 簡單講啦 我 我想問齁 你的績效跟長榮海運比較不及二分之一 對不對 對跟不對就好 因為 我知道因素很多啦 我合併營收人家還賺錢啊 但是我現在講齁 因為我時間有限 沒有辦法跟你詳細討論 但是整個績效 我從整個績效上來看 我們 這個 陽明海運的績效 不及 長榮海運的二分之一 跟委員這個報告 長榮海運到第三季為止啊 他虧了六十幾億台幣 第三季第四季 我們幾季都回春了 你的音量還下降 去年第三季啊 我們講去年的 第三季第四季你的音量還下降 那第四季的話我想長榮也是會虧損啊 所以他也是虧損應該 不是啦 那個 你現在不要把我回答到其他地方 我沒有 沒有時間齁 坦白講 我沒有時間啦 因為這個 我沒有辦法時間跟你討論 你要講到別的地方 我就沒辦法講下去了 你的影音績效不及 長榮海運的二分之一嘛 你還中華 信用平等還富相嘛 信用平等這一部分 我們最近的那個 standard pool啊 信用平等是 信用平等是 是維持BBB plus 是沒有降沒有降 最近的一期是 沒有降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從 AMRUS到 BBB的plus嘛 對不對 這個我清楚嘛 那是前 在前一陣子的 最近的 聚業信用平等也下降 從A-12到A-13 對不對 企業的信用平等喔 也就是你的債務 你的這個 這個 資金管控啊 有問題 那跟委員報告 我們負債比例 確實目前是 慢慢有偏高的 不過 就信用平等來講 我們最近的 平的 幾個月平的是 是沒有 是維持的 沒有沒有降下來 但是跟前幾年比 是有降下來 現在啊 我現在 你 這個總 總經理啊 人家在講東 你就偏偏拿西的來比 人家講西你就偏偏拿北的來比 我坦白講齁 陽明海印這種企業齁 在立法院做打選的時候 你應該針對重點來打選 你這樣是硬拗啦 因為確實有問題 你應該去改進 所以院次長 我覺得像這種管理階層 我們應該要做調整 心態也有問題嘛 報告委員 事實上陽明海運 在盧董事長接任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幾家 可以評比的嘛 是 在盧董事長接任的時候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才讓現在的資金周轉 各方面 是有轉虧為盈的跡象 而且今年有轉虧為盈的可能 那當然很多的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現金 它的現金流量對這款比 也是有2007年的 百分之二十二點四 降到十八以下啦 它哪有什麼管控 做的哪一點好 沒有一點好的啦 沒有 事實上呢 這個很多的時候 像是買了非常多 不應該買的這個船 對不對 然後呢 很多的航線呢 可能擴充過快 那事實上來說 做了非常多的這個調整 這個葉市長 我覺得你為他辯護啊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跟你報告 陽明海印為什麼 會被信用被評比這個負項 為什麼他的企業信用 會被評比負項 這跟他的資金的運用也有關係 坦白講 這一些就是跟 也就是說 他現在啊 的現金流量跟他的槓桿比例啊 現在是岌岌可危啦 就是他的營運管理有問題啦 所以我說管理階層應該要檢討 我為什麼多這麼多的企業 我們不宜這樣檢討 為什麼要檢討 這個陽明海印 因為可以比較 過去都是金融海嘯 大家都碰上了 台灣 在第三季 第四季 全世界都恢復台灣 更強 對不對 結果我們的 倉位租用 跟這個 使用力還一直在下降之中 剛剛 我們的市長 還說三月 到第三季 還虧損六十幾億 所以我要跟你報告 這一個問題啊 就是我們管理現場的問題啊 今年他應該也 應該有機會可以轉虧為贏 現在啊 不只 我坦白講 這個競爭力不只沒有 還要畫大餅 什麼 還要再擴大航線啊 要再增加購船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過去在那個 他現在啊 就是 我們盧董市長就宣布 啊 要什麼整合趨勢 擴大東南亞市場的佈局 要規劃新增的航線 啊 要設置物流中心 跟區域總部來應應東協嘉義 東協嘉義已經實施了嘛 這個佈局早就應該做的嘛 過去我們閒置了這麼久 而且最近的 這個 這個行價 也沒有回到原來的 也沒有回到原來的量啊 還在 還可以說還在中間而已啊 沒有反彈也沒有那麼強勁 但是這種 我們現在這種 這個經營的品質 跟我們的信用 這種狀況的話 對於我們未來 這個陽明海運的營運 是真的是很危險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交通部啊 應該從這一個 經營階層啊 來做整體的檢討 這樣是有問題的 這樣是有問題的 我想 我們也 這個 希望啊 你要切切的檢討 有問題的就要切切檢討 就如同我們中華電信一樣啊 中華電信確實有很多檢討的地方 我們今天啊 這個 我希望 主席啊 我們希望要求我們交通部 對於剛剛 因為時間不多啦 我就不再講中華電信的問題 太多的問題啊 太多的問題啊 包括省老 這個 我們也都接候了 這個明確的檢討 這個 裡面是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希望 交通部局 所屬機構 轉投資事業啊 所有的 所有的 這個 我們的 資產負債表 跟損利表 給我們所有的交通委員 市長這樣可以嗎 這應該可以吧 這應該可以啦 沒有問題 而且這個還包括很多 包括園山飯店的事吧 沒問題 啊園山飯店的事嘛 對不對 那 現在還園山飯店啊 前年啊 七月當時 我們這個 這個 張學老 張董事長啊 才從 啊這個仲裁手上 接上董作齁 任職不到一年 啊這樣 現在 頻頻更換 這樣進行階層好嗎 我想當然 我們也覺得不好 但是張董事長 他這個 他就是不想做了嘛 那我們也 但是現在 預計啊 又要支持武藝啊 整修工程齁 這些會不會延續啊 工程會不會延續啊 我想園山飯店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他曾經是 我們歷史上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 指標性的 這個建築 那現在的確是過於老舊 所以 我覺得 怎麼樣來 讓他能夠 你可以做POT啊 委外經營啊 現在世界很多的 這個 飯店集團 都委託人家 專業的在經營啊 你看像 我們去年 十月引進什麼 什麼結合 華國的康康武跟 拉斯維加的那個 拉斯維加斯的那個 什麼歌舞秀啊 and 這一些 歌舞秀啊 現在還要 還要引進那個 上空秀啊 我都覺得很好笑啊 我們一個 堂堂 當時啊 在世界上啊 是非常出名的 的一個大飯店 怎麼評比最好的一個飯店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而且虧損累累呢 他的確是過於老舊啊 需要那個 重新的 renovate 這樣子啊 這裡面有很大的這個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呢 我想當然 這個委員應該也很清楚 就是過去多年來呢 圓山飯店的 一直在經營虧損的情況下呢 有複雜的這個 勞資問題啊 還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股權的這些問題 其實全球十大飯店之一啊 淪落至此 我們覺得很悲哀啊 是 107個房間 200多個員工 這個管理這層也有問題啊 高雄 高雄也 也大幅虧損啊 是 那你可以把它委外 給世界知名的 啊 這一個 比如說像西亞頓啊 像什麼大 這個 世界級的這一個 啊 大飯店來經營啊 不一定要我們自己經營 每一次我們經營 就是塞一些 不是專業的人 在那裡啊 才造成嚴重的虧損嘛 非常同意 那如果要這樣做 基本上第一個前提 就是要把我們目前的這個 勞工問題要先 這個 解決掉 那事實上這的確是 一個 這個本來老套就要解決了 107個房間 200多個員工 那不解決還行啊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複雜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啊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到底 交通部 所屬的這些投資機構 有沒有破例要去做 我想曾經那個 張董事長曾經試圖在高雄 那個圓山飯店呢 把一些這個勞工呢 做一些重整解聘 那後來的結果我想 委員也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你要 交通部要拿出破例 來解決目前的困境嘛 不能讓他這樣 就就就就 就比爛嘛對不對 是 是 是